中国最可怜的亚洲影后。 宏吉一时家财万贯。 万年落魄暴毙家中无人知。 他16岁拿亚洲影后,30岁成港圈富婆,45岁沉迷赌博输光家产,69岁暴毙家中,尸体腐烂无人知。 2月22日,曾经宏吉一时的香港少氏影星李京被发现死于家中。 大过年的,他的亲人、朋友都未曾联络过他,直到保安在楼道里闻到阵阵恶臭,方才报警。 消息一出,世人皆愕然。 吸引三十多年,年轻一辈的追星族也许早已不知道李京这个人了,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他却是香港电影界最耀眼的明珠之一。 李京原名李国英,蒋宝石随父母迁居香港,自幼喜欢电影。 15岁报考少使南国实验剧团,评级轻力的外表和近乎天才的表演天分。 他在两千多人中脱领而出,与郑佩佩,方颖等人成为同期学员。 随后,他在梁山博宇柱英台,玉堂春,雀手印,宝莲灯等影片中客串出演,仅仅惊鸿一瞥,便潦倒众生。 1965年,李京第一次主演电影《与美人》,饰演李于京化身的《碧波仙子》,号手额美,演播流转,迷倒万千少男。 与美人剧照 评级这部电影,他一举拿下第十二届亚洲影后,那一年,他仅有16岁,被称为娃娃影后。 初到极巅峰,李京立刻受到了少士的力捧,鲜花与掌声扑灭而来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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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山、保镖、西乡记 他片刻不停地拍电影,即使在1969年因左腿骨折休养的半年,他的作品依然在各大影院上映,较好又卖座。 他在邵氏拍了50多部影片,连续三年当选国语片十大明星,约和莉莉、方艺华并称邵氏的三大红人。 而那时他的同班同学郑佩佩,还在各大武打片里做配学。 只要一部电影的演员表上打出《李晶》这两个字,基本都能火爆大街小巷。 对公司来说,他是票房保证,对影迷来说,他是全民偶像。 李晶的人戏常年居高不下,片酬自然水涨船高,1976年与邵氏合约满期后,他又开始自己投资拍戏,购置房产。 尽管已年近三十,娃娃影后的称呼却一直伴随着他,少年成名加上一张娃娃脸,总让人觉得他还是需要保护的小女孩。 可是事实上,那时候的他,已经是香港娱乐圈出名的小富婆。 在山顶建了四千多英尺的豪宅,多个繁华商业街中有楼出租,投资的电影也一步接一步地火爆。 事业上节节攀升,感情却一路坎坷。 相传,他的初恋情人就是邵氏电影的掌门人邵逸夫。 可邵逸夫的身边从来不缺莺莺艳艳艳,何况他早有家世,这段似是而非的绯闻最终无疾而终。 李晶与邵逸夫 几年后,李晶终于公开恋情,承认自己宁花有主,对方是被媒体称为雷公子的雷氏家族长子雷教华。 那时香港最流行的,就是豪门贵公子娶知名女影星,可惜,这段郎才女貌的恋情拍拖十年之久,竟结束于天人永隔。 1979年,雷绝华突发心脏病去世,十年的感情戛然而止,他伤心欲绝,无法接受,再也没有心情拍戏。 那之后,虽然也偶尔能在大荧幕上看见他的身影,却在没有娃娃影后时那样的明媚与快乐了。 李晶终于邵逸夫。雷教华去世后,李晶再也没有恋爱,截然一身。 1983年,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母亲也离他而去,他心灰意冷,宣布永远退出电影圈,那不客串出演的《风水20年》,竟成了吸引之作。 离开影坛后的李晶曾一度沉迷炒股,一开始小赚了一把,之后却败迹连连,投资的房产,电影全部亏损。 或许是为了翻盘,又或许只是找个精神寄托。 他竟然开始到澳门赌博,越赌越输,越输越大,到后来不得不将房产全部卖掉还债。 雷家和少艺夫都曾对他伸出援手,可赌博是个无底洞,他依然穷困潦倒。 2012年,媒体爆出他在香港跑马的本某栋楼里租房,欠租整整三年,被房东告上法院。 曾经风光一时的电影明星,却落得一个年华老去,负债累累的晚年。 狗仔因欠租事件跟踪拍摄,却拍到他孤身一人去祭拜雷教华。 时光荏苒三十年,他依然是他心中放不下的牵挂。 前两天,李经被发现死于家中,享年六十九岁。 适逢新春佳节,外面和家团聚,锣鼓喧天,他却孤独死去,无人收尸。 外面的热闹是他们的,我什么都没有。 他年轻时繁华促紧,烈火朋友,人人都羡慕他的美貌与幸福,晚年却凄凉至此。 也许,在另一个世界里,他的爱人正等着他,他的幸福,也终将实现。 人生如梦,浮华铭丽皆浮云,娃娃影后,一路逃走。 天吴高中,一路逃走。 谢谢! 点员 点员 7 8 傅